各位好 我们闲话少叙 书接上文 柴荣及皇帝位 仅仅十天还不到 北汉的国君刘崇 听说这个郭威去世了 就立马联合契丹 发兵五万进攻后州 想趁着新军立身慰稳 一举灭掉后州 柴荣就决定要御驾亲征 但他的决定呢 却换来了朝堂上下的一群嘲讽 以这个太师冯道为首的大臣啊 一个个站出来 是竭力的反对 柴荣说 刘崇这家伙 趁着咱们这个国家发丧 我刚刚上位 自以为是要这个吞并天下的时机道 用心之险恶 不杀不足以平 心头之恨 这个想当年人家唐太宗创业 无一不是亲征 我也学学唐太宗领兵去灭了这小吗 冯道说 哎呀 陛下 您能和人李世民比吗 啊 唐太宗杀凶啊 逼父 而且有当时天下英雄相助 你比得了吗 反正冯道啊 是有点瞧不上这个柴荣 柴荣又说 我们这个兵强马壮啊 破流虫 那这肯定是泰山鸭卵啊 哎呀 冯道说 这个孙子兵法 弄晓得不了啊 急如风啊 徐如林 侵略如火 是不动如山啊 山都是不动的 才显示出他的威额 他的尊严 你这座大山要是移动 那岂不是地动山摇 呵呵 我看你啊 也不是什么泰山 柴荣就被怼回来了 这个冯道 敢怼当今的天子 可不是个一般人 冯道啊 是这个五代时期的官场 不倒翁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老人家啊 历世四朝 辅佐了十位皇帝 始终担任什么呢 将军 相国 三公 或者是三师之位 其实啊 在这个乱世之中 没有什么中军的观念 只有中约 实力派 谁赢了 就听谁的 现在的时代风气 不也是如此 军队呢 那更是如此 五代时期啊 兵骄 将汉 战胜 则 善兵 辖主 战败呢 那就 倒戈 投敌 柴荣的困境啊 就是 外有强敌 灵迹 内有啊 这些所谓的投降派们 在观望 观察 等着这个战队 选边 这也迫使他啊 更加需要 亲征 在这个前线 应对 任何的 突发事件 这个大臣们 都成了老油条了 反正你天子 患 我们不管 我们 谁来了 我们都是打工 谁做皇上 我们都发想 我们才不管 江山姓什么 所以啊 这也坚定了 柴荣 背水 一战的 决心 所以呢 就有了历史上 有名的 高平之战 高平呢 就是今天的 山西 进城市 高平之战 刚一开打 后周的 当时 右方面军 就崩了 就垮了 当时的 这个领兵将领啊 叫 樊艾能 和 何辉 两个人啊 是 忘风 就做了 土盾 所以啊 上千人马 就投降了 北汉 南逃的 那千把人呢 沿途 就是打家 劫舍 官军呢 成了土匪 柴荣呢 下令 禁止 抢劫 你在自己的国家里 冲什么大爷 显什么威风 但是 降令啊 管不住 乱军 设想一下 如果柴荣这次 没有御驾 亲政 那这个 樊艾能 和何辉 很有可能 反格一击 直接 打回 开封 将这个 毫无 威望的 新皇帝 干掉 要知道 将领 在前线 战败 掉过头来 灭掉 自己的 皇帝 拥立 新军 这可是 五代 时期啊 全力 更替的 一项 优秀的 革命传统 不过 关键时刻 还是柴荣 冒着弓箭 身先士卒 督促将领 奋战 杀贼 直到后来啊 斩杀了这个 北汉的 肖将 张延辉 这样一来啊 后周这一仗 算是 打赢了 柴荣的皇位呢 也 坐稳了 所以 明清 时代的 大思想家 王夫之 曾经说过 经过 高平之战 主 乃成乎 其主 臣 乃乎 成为 其臣 还要说呀 柴荣能够坐稳天下 不是依靠着 养父 郭威 不是从人家那儿 继承过来的这份家业 靠祖上的阴功 而是靠什么呢 靠自己 以死生 为声明 请命 拼了自己的 这一条性命 打赢了高平之战的 回报 至于高平之战 如何的精彩 我们今天 先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捧场 我们下期 再见 见